到达车管所了 车管所两天没办业务 今天不会人太多吧 哇 今天的队好像排的有点长了 现在我的车终于排到第一个了 做一下准备工作 把这个红丝带可以取掉了 马上一会儿要给我的车要照一个像 外观查验合格了 签了一个字 现在就去交钱登陆 交了395块钱 现在跟着这个大车上检测台就行了 是许许搬好了啊许许搬好了 刘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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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做一个红外线外观的扫描 好 好 喜欢队长 找不上人去 找不上后来以后 我给你喊你开汗来 一会儿帮你叫你擦眼表 绕过擦眼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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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往前开一点吗 不能走 放在这里 轴快去照照相的 好 好 好 多个角度拍照啊 好 大梁号在哪里 大梁号在这 这 把方向带以后能够照相吗 我看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好了 外观检测 终于全部过了 现在就上线 检测底盘了 开过去 排队 中午没回家 在这排队呢 这才一点钟 不到一点钟就开始了嘛 看来没回家在车上休息是正确的选择啊 大旧大旧啊 轴距好像有点长 你排人查验完毕以后 还得检测一下大灯 哦 因为那个上面你是车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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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对对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轴距太长 也是个麻烦事啊 先看一下数据 合不合格吧 哎 这师傅咋给我搞了一个手动打 现在两点半 大厅上班了 看一下我的车辆验车数据 合格了没有 还要再复检一下 因为我的这个车轴距太长了 那个一号线是专门验小车的 感应前后刹车的那个 它的两块板距离太近了 看看我的行驶这儿拿到手了 还用的是上一个牌照啊 IK926 蓝白也拿到手了 还打了两张铃牌 这个铃牌就不能去外地了 限定在甘肃平凉 区域内行驶 终于办好了 等着拿一下正式牌照 这是 牌照厂 刚做出来的牌子是蓝颜色的 经过这个地方 打磨一下 4就成白色的了 这是我的 办完业务回到房车里 看一下这张照片 看起来灰头土脸的是吧 这是原厂原车带的上牌照片 再看看行驶镇上这张 今天刚照的 这样看起来就非常漂亮了 车身有拉花 车顶有空调 看起来就是个房车了嘛 对吧 再看看这个绿板上的信息 去年那辆车上牌的时候呢 车辆类型 这一栏写的是小型专用客车 今年呢 这就改成小型旅居车了 然后其他方面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 外观轮廓 长式5米98 宽式差2毫米 高呢是2米85 这个是理论上的高度啊 实际高度没有这么高 因为我们房车上面加装了这个家具 还有各种设备以后呢 车辆实际是往下压了一下 起码能往下压个六七厘米吧 所以说实际高度应该是 2米78 好了 既然正式牌照拿到手了 这个零牌呢 也就没啥作用了 现在拿上工具 把我们的正式牌照 装上去 先把防盗罗帽上的 塑料 保护塑料 先拔干净 本来我是想买一个牌照架的 但是听说现在 国六的牌照马上就要出来了 新牌照马上就要出来了 所以买牌照架有可能和新牌照这个规格尺寸不符 我觉得今年新车上牌还是比较难的 不光是房车啊 大车小车都是如此 检查的项目比往年要多 而且检查的是比较严格的 虽然这样检查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是增加了麻烦增加了负担 但是呢 从整个层面来看的话 这就要求造车企业要把车要造的更加精致 对吧 车造的精致了 造的好了 然后就通过率就高吧 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不管怎么说 上牌还是送力圆满的完成了 现在心情大好啊 回家吃饭